因為我也突然間懷孕了 然後那個劇本就照我這樣寫我的角色 奇怪 我自己看著你 我就很堵了 堵死了 一直演... 演到生完的時候 我們那個要舊單元要換新的單元 結果那時候我才生日才6天而已 我們製作人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 曹娃姐拜託你 你一定要出來演一下這樣 要來收穫一下 我邊演邊睡 邊演邊睡 邊演邊睡 把它完成 大家好 準備出發了喔 走聲 妳還沒有來 怎麼可以這樣啊 而且今天行程是她安排的耶 小姐 妳怎麼可以知道呢 妳就把我一個人丟下自己走喔 因為我去買咖啡啊 因為我忘了啊 沒事啦 好啦 大家出發了 就不要跟媽媽計較那麼多 好不好 妳是乖寶寶嘛 喂 妳這樣叫媽媽一個大明星 坐在路邊 在這裡烤海鮮 妳這樣對 我是剝皮天后呢 妳覺得很有趣 是說我有一個問題 我很好奇想問一下阿姊姊 妳怎麼會來這邊抓海鮮 然後在路邊烤 她都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女兒超愛吃海鮮 妳說妳 有女兒 對啊 妳不是才二十歲還是 二十六 我女兒兩歲而已 對阿她都會出任務給我 比如說她都會說 媽媽我今天想要吃蛤蜊 那因為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就直接下去撞給她吃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懷孕的 其實我原本不是很想把她生下來 因為還沒準備好 因為畢竟太年輕了 就是是有規劃 但是沒有這麼小 想這麼快生小孩 對 是有規劃 太突然 那來了我們就接受她 對對對 其實我以前 生我婷婷的時候 我以前在打架 我不會到十三年 因為我也突然間懷孕了 然後那個劇本呢 就照我這樣寫我的角色 你也這樣好不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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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演 演到生完的時候 我們那個要 舊單元要換新的單元 結果那時候我才生意 才第六天而已 那時候我還在做未來 我們製作人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 曹威姐拜託你 你一定要出來演一下 這樣 要來收過一下 我看這樣很辛苦 結果我 第六天的時候進攝影棚 所有的冷氣全部關掉 我邊演邊睡 把它完成 什麼變苦 喔 比冷 比冷 你怎麼知道那麼過來 人是不會 怎麼走 一定都要倒 你知道嗎 很辛苦 要好好孝順媽媽 真的 所以我說 我們兩個名字也是 不容易 差不多 差不多 女人的威大 跟女人的故事 其實很早 我就跟我們老公說 我要選一個就好了 我們老公說 不辣 一定要兩個比較好 我說不辣 選一個辣 因為我生孩子很痛 結果我 看到我們女兒 在我旁邊是一個好處 偷來 是說 我就跟我們老公說 我說 我要生兩個 我不要生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一個太孤單了 也是啦 一定要兩個 真的 才有伴 以後我跟我先生 離開的時候 至少不管是姐弟或姐妹 都有一個伴 都是親人 其實也要謝謝媽媽的堅持 把我生下來 媽媽 她那麼年輕 生小孩 如果我明年就 我懷孕了咧 這樣我就來撞拚 我感到 兒孫子有兒孫福 就是 如果該來她還是會來 只是呢 我們當父母的 都是希望 等她準備好了 再結婚 這樣比較好 對 如果太臨時或 不經意的話 這樣她會很辛苦 一切就隨緣啦 但是我還是會告訴她 要懂得保護自己 等妳準備好了 再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